船舶即将靠岸的地方 过去是两岸对峙的最前线 特殊的地理位置 是冷战时期重要的战略地点 历史上它事实上是闽南保障 也就是它是守住厦门湾 漳州湾的一个重要的军事要塞 所以当年蒋国总统金国先生 在这里立下大胆 担大胆的精神标语 战场上的厮杀身已远离 但才上岛就感受到紧张的氛围 等一下 先不要上 大家把先飘上去 OK OK 让上岛的远景可以带动 我好可怕 镜头无法拍摄的 是全副武装正在演练的军人 岛上束手官兵 仍在捍卫着我们的国土安全 已经没办法锁住这个祭典了 我们就交代我们的班兵 把那个骑士补上身 然后在大金门 小金门的那个炮兵的前进观察官 一看到说北洞六骑士升上来 他们的炮就打北洞六 与阵地共存亡 是过去驻军 誓死捍卫国土的决心 夜间常常有看到人的影子 他们还有时候会拿手电筒 因为我们那边都是有布 有水雷跟地雷 周围布得很密码 这段水鬼摸哨的亲身经历 发生在掌潮 便会孤沉在海上的小虎山 军事紧张的年代 这里除了炮战还有新战 我很希望在大陆的汉包 你可以跟我们享受到 一样的民族跟自由 大胆岛距离厦门只有4.4公里 一栋栋高楼大厦尽在眼前 制高点上百里红字格外醒目 就是过去的新战墙 在厦门1980年代以后 他们有观光船 叫做来看金门 海上看金门 但事实上是到大胆岛 2013年金门县文化局 将这里登陆为战地文化景观 2014年国防部移交 金门县政府接管 才让世人得以一窥 世界冷战一击 我们的部队在那个地方 这个很困苦的环境下 那么用有限的资源 担负着这个国土防卫的 这样的角色 这整件事情 我们后来就以文化景观 这样的一个文资的身份 给予了大胆二胆 从战地设施变成战地文化景观 这个转型也让它成为 金门重要的战地资源 继续往前 从观光体验中理解 无数生命为和平付出的代价 从壮烈史实中体悟 战争蕴藏的启示 与历史意义